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很快得到了确认 此人名叫丁锦华 府中是临川区松湖镇人 曾经因为故意伤害罪和盗窃罪 被判刑三年六个月 当然因为得知丁锦华正在家中吃午饭 当即便实施了抓捕 因为他家里还是比较贫困的 但是他吃生活食品还是相当高的 我可能里面买了一罐头酒 其他罐头高级饮料 还有什么大爷大幼 还有他的女朋友 还有一个女孩 感觉以为他是什么女儿 这么之类的 林明景感到意外的是 这个女孩竟然是犯罪嫌疑人丁锦华的女朋友 她名叫李丽 还是一名大二的学生 两人足足相差有22岁 他认为我们是杂错人 他说他这个男朋友是比较老实的 对他相当好 作为一名有着大好前途的大学生 李丽为何会跟这样一个劣迹斑斑的犯罪嫌疑人在一起呢 学校闲来无事的李丽通过微信摇一摇 认识了一个看上去十分成熟稳重的大叔 这个人正是丁锦华 42岁比李丽大22岁 李丽有三个孩子 对于这些 丁锦华没有任何的隐瞒 一无一时都告诉了李丽 同时他还告诉李丽 自己事业有成 资产雄厚 他投资的就是跟着妹夫 他在福建从治的一家医院 他在那里有股份 然后在那里上班